毛病 他还对我就是特别特别抠 他对朋友特别能装大方 对我呢 就是就会跟我在一起 就会哭球 就装球 你说吧 就是我有的时候 我想买一点贵点的就是东西 我就跟他说 他就跟我说 我过段时间给你买 过段时间给我买 到最后也没给我买 你就是敷衍我 那合着 我给你买那二三百块钱的口红 我给你买多少个 你用过吗 七八块钱的香水 你才能入你眼吧 你才能用吧 我不是说奢求多贵的礼物 我就是觉得 就是咱送礼物的时候 能不能走一点些 那我送你了 你用过吗 你送什么呀 你就会图省事 要不就转个红包 二百块钱上线了 就图省事拉倒了 要不然呢 就从网上订书鲜花 要不然就从网上 就从网上网告这个口红 那谁都能做到 我觉得一点心意都没有 你说不是在乎多少钱 我就觉得哪怕说是 你花心思 为我去准备一份礼物 我觉得这我都足够了 还有我512护士节的时候 我觉得吧 这个节日对我来说挺重要的 但是当天呢 你是什么表示 你什么表示都没有 我身边的同事 我的朋友 就朋友圈里 全都是晒的礼物 晒的男朋友 我就觉得我挺没面子的 而且就是我跟你也说过 你什么表示都没有 因为我从来没过过 你说的这个故事节 我从小到大都没过过 说明我在你心里 还是没有分量 那最可气是什么呀 我手机坏了 我想说换个新手机 我也没说奢求你 像我闺蜜和她男朋友 刚出对象的时候 人家就给人家 换了个新型号手机 我是因为手机坏了 我就想换个新手机 你呢 我没把我新买的手机给你啊 你就非要超上买新的 但我刚买的新手机 本来手里也不富裕 你要出去借钱买 我感觉你这个 特别物质你知道吗 我不觉得说换一个手机 换一个新手机 这就是物质 不不不 蓝一句啊 为什么你的手机坏了 不是自己花钱去买呢 这个就一定要男朋友买吗 但也不是 就是因为他一直 对我的态度 就是都挺抠的 我感觉你太攀米了 他就觉得 因为这个手机 就有我物质 我就觉得我不可以理 我不觉得说换一个手机 就物质 而且我感觉 我跟你在一起之后 就是我的生活水平 就是已经就是 下降到一定程度 就我以前都没有这样过 我现在就因为 买了几百块一个口红 我都心疼 就感觉大不如从前了 为啥呀 就过得没有以前自在了 那以前为啥过得自在 现在谈了来 反而不自在了呢 因为以前我自己一个人 我就想买什么买什么 他也不会 也没有人限制我 那你省下的钱 你花在我身上了吗 奶奶出去旅游 吃饭 不是我张张的 奶奶不是我请你的 你在我身上花了什么钱了 你是觉得咱俩出界 就是大强如雨花着 小强就是 他就不当回事了 你小强请我吃个麻辣烫 请我吃个米片 是这个小强吗 那我觉得小强加起来 他也挺多的 而且本身我因为 工资也不是我很多 你们俩怎么认识的呀 我们俩是那个 我觉得你们俩差距 还真的挺大的 通过我朋友 就是介绍出去聚会 然后介绍认识的 就是你们觉得 彼此为对方 做的最大的努力 为这段感情 做的最大的努力 或者最大的付出是什么 每人说一件事好不好 我感觉最大的付出 就是包容你 就是你跟你那些 异性朋友聊天之类的 我能做到这儿 都已经不错了 很不错了 不是 他跟他异性朋友聊天 到底聊到什么程度 就说我坏话 就是咱俩我俩 就是我吵架了吗 他就跟他异性朋友说 说我皮特别不好 说我不惯着他 这就过分 女生呢 我觉得就是 他就是这么看着我 我还能迁就 跟他在一起 这么长时间 我觉得我付出 我做的让步 已经挺多的了 行的 再给对方做一个评价 好不好 彼此评价一下 对方好吗 你觉得男生是 他幼稚 特别幼稚 你俩都不成熟 就这些表现 全都是因为幼稚 女生呢 就是有点太物质了吧 物质 行 那今天来的目的是啥 就是我就想让他成熟一点 我以为是来分手的 只是让他成熟是吧 对 你总是说拿我 让我改变 说我幼稚 那你就是幼稚 我明白我幼稚在哪儿啊 欺骗我 因为刚开始 就是我刚认识他的时候 他根本就没告诉我 他比我小 我根本也不知道 因为我吧 一直就是想找一个 就是比我年龄大一点 成熟一点 能照顾我的 那时候刚在你期的时候 我就觉得你也挺成熟的 因为嘛 他那个就是下雨了 他还直到去接我 给我带把伞 天冷了 还招给我添件衣服 没事还会给我做个饭 你现在就不是了 你根本就不是以前的你了 你就是 丙袖都暴露出来了 你跟我 年龄出的相 还是跟我出的相呢 我就是觉得 你不如以前了 你根本就不如以前了 那我是不是 从家里 老家放弃工作 我来到哈尔滨陪你 我有时间去你家 给你做点饭 熟吃熟吃乌乌吧 买点零食给你吃 那我做的一些还不够吗 还不是付出吗 你刚才说 从老家到哈尔滨 放弃工作来陪他 说的什么意思 就是我在老家 我在就是我家 我的工作都不要了 来到哈尔滨 来过来 就因为陪他 我来到哈尔滨了 老家是哪儿的呀 老家是赫港的 赫港发展的空间更大 还是哈尔滨发展的空间更大 我感觉在家里吧 因为有亲近朋友的